史蘭克奇怪 必勝 史蘭克奇怪 必勝 必勝 近日晚節的抖羅大陸 搭著肖戰主演的高人氣 成績超狂 網路播放量超過25億 流量還持續往上攀 而抖羅大陸除了有肖戰帥氣撐場 他飾演的唐三善良人設 加上高速運轉的大腦跟謀略 讓觀眾跟他一起努力成長 跟著一起熱血沸騰 沒有廢物的武魂 只有廢物的魂屍 隨便殺人並不代表強大 只代表你無法控制自己的內心 老師你說過 魂屍大賽天才眾多 我要闖進決賽就必須冒險 這樣才能變強 別怕我馬上就救你出來 你快鬆開 不流血 不痛苦 怎麼走自己的路 小戰帶領史蘭克七怪 成為最強魂屍 結尾連續四集擂台比賽 發揮團隊合作的戰鬥 大量精彩特效 讓畫面有如電玩快打 當七怪拿下冠軍時 真的是讓人看得熱淚盈眶 十郎克七怪 這真是驚人的奇蹟 鬥羅大陸魂屍學院大賽的冠軍 竟然來自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學院 呵呵 福爾團隊擁有最堅強的牽絆 唐三小五兄妹情感也在最後一集昇華 就在小五被發現 是魂獸幻化人形 要被殺害時 小戰爆出經典台詞 這一幕也是小戰本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場戲 聽說有沒有表印象深刻的台詞 太多了呀 比如說什麼 要殺他 先從我的屍體上踏過去吧 想殺他 從我的屍體上踏過去吧 對那個是很累的 是人如何 是魂獸又如何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 他是我妹妹 也是我心愛之人 人今後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我都會跟他在一起 永遠保護他 不離不棄 想殺他 從我的屍體上踏過去吧 其實斗羅大陸的改編和原著有不少差異 但劇情依然好看獲得原著粉好評 除了高燃畫面外 多了搞笑元素以及懸疑線 讓觀眾一起猜測 到底背後搞鬼的人是誰 唐三的爸爸到底是不是壞人等等 而第一季大結局 停在小五 累穩昏迷的唐三 更是讓劇迷看得很著急 拜託希望第二季趕快上 好想要覺醒的唐三啊 多久 我會想要看你 你不想要看你 你不想要看你 我會想要看你 那你們是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